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者可以导致发热 浓肿等 重者可以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危及生命 这个时候呀 我们就需要用到抗菌药物来进行治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抗菌药物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基本的概念 什么叫抗菌药物呢 抗菌药物是具有抑制或者是杀菌活性 用于治疗和预防细菌性感染的药物 抗菌药物包括由微生物产生的抗生素和人工合成的抗菌药 抗生素这个词儿源于巴斯德提出的抗生现象 也就是两种微生物之间的相互解抗现象 因此无微生物起源的黄氨类 奎诺藤类 人工合成抗菌药不能成之为抗生素 抗菌药物与普通的药物虽然都是化学药品 但是作用的把位不同 前者是作用于体内的治病病原体 而后者是直接作用于机体的效应器官 因此使用普通药物时仅仅涉及到药物和机体二者之间的关系 而使用抗菌药物的时候就涉及到了抗菌药物 机体和病原体三者之间的关系 病原菌是感染发生的关键因素 但是不是决定疾病发展的全过程 首先病原体和机体之间的关系是治病和抗病的关系 机体能否得病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当病原体的数量独立超过了机体的抗病能力的时候 机体就会发病 反之当机体的抗病能力大于病原体的治病能力的时候 就不会发病 其次抗菌药物和病原体之间的关系是抗菌和耐药的关系 抗菌药物进入体内通过杀灭或者是抑制病原体 可以解清病原体对于我们机体的损害 是机体抗病的外来因素或者是辅助因素 而病原菌呢 在经常和抗菌药物的接触中 逐渐可以由敏感变成不敏感 产生耐药性 使得药物不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其次抗菌药物和机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和代谢的关系 抗菌药在机体内杀灭或者是抑制病原体的同时 也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不利作用 抗菌药物作为外来物进入机体后 经过代谢最终排出体外 充分了解抗菌药物机体和病原体三者的关系 有助于进行抗菌药物的合理利用 抗菌谱是指抗菌药物的抗菌范围 某些抗菌药物呀抗菌谱比较窄 颈对单一的菌种或者是毛鼠细菌有效 称为窄谱抗菌药物 如一眼颈颈对结合分支杆菌有效 而另外有一些抗菌药物 抗菌谱比较广 对于多种病原微生物均有效 我们称之为广谱抗菌药 例如四环素类不仅对格兰阴性菌和格兰阳性菌有效 还对一元体支元体立刻次体等也有效 抗菌药物的抗菌谱是临床选择用药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抗菌活性 它是指药物杀灭或者是抑制致病菌的能力 一般可以用体内和体外两种方法来进行测定 在体外测定中通常在培养基中进行 在体外培养18到24小时以后 能够抑制培养基中病菌生长的最低药物浓度 我们称之为最低益菌浓度 能够沙面培养基内病菌或者是使得细菌的数量 减少99.9%的最低药物浓度 我们称之为最低杀菌浓度 体外测定中只涉及到药物和病菌之间的关系 而体内测定就要考虑药物对于机体的影响 如果机体能够接受的浓度 能达到体内抑制致病菌的生长 则称为抑菌药 例如黄氨类四环素类的药物等 如果说浓度能达到体内杀灭病原菌的 我们就称之为杀菌药 比如β内线I类、胺基糖肝类等 抗菌药物的抑菌作用和杀菌作用是相对的 有些抗菌药物在低浓度的时候 呈抑菌状态 而高浓度就会呈现杀菌作用 这就是我们目前常用的抗菌药物 大家可以看到种类繁多 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青霉素 它就属于β内线I类的青霉素类的药物 而罗洪霉素和阿奇霉素 则属于大环内脂类的抗生素 环柄沙芯和诺芯沙芯 则属于奎诺酮类的抗菌药物 它们的作用机制各有不同 应用范围呢也不一样 这是一个细菌的结构 基本结构包括细胞壁细胞膜 胞质以及核质等等 抗菌药物呀 就是通过特异性的干扰病原体的生化代谢过程 影响它们的结构和功能 使得细菌失去了正常生长藩殖的能力 所以可以达到抑制或者是杀灭病原体的作用 细胞壁位于细胞质膜的最外面 它具有维持细菌的形态 保持细菌内高渗透压 使得它能够适应多样的环境变化的作用 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太巨糖 像我们常用的β内纤氨类 外骨酶素 环丝氨酸 就是通过抑制太巨糖的合尘 从而导致细胞壁缺损 失去渗透屏障的作用 水分由外向内渗透 菌体膨胀变形破裂而死亡 这是细菌的核糖体 它是由50S的大亚基和30S的小亚基组成 不同的抗菌药物能干扰细菌蛋白质合成过程的不同阶段 像绿酶素 大环内质类和灵核酶素 可以和50S的大亚基结合 而氨基糖肝类四环素和炼酶素 则可以和30S的小亚基进行结合 从而阻断泰链形成符合物的起始 延伸 中止等某一个环节 产生抑菌 甚至是杀菌的作用 位于细胞壁内侧的细胞膜 是由脂质和蛋白质分子所构成的半透膜 它具有渗透屏障 以及物质交换的功能 像多年菌素等等 可以和细胞膜中的灵质进行结合 形成孔道 使得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 细胞内容物外泄 从而可以造成细菌的死亡 而奎诺同类的抗菌药物 可以抑制DNA回旋酶 从而抑制细菌DNA复制和MRI转入的过程 利孚瓶呢 它可以特意性地抑制细菌DNA依赖的RA聚合酶 从而阻止MRI的合成 所以呀 它们可以影响到细菌核酸的代谢过程 黄氨类和甲亚变定 可以分别抑制液酸合成过程当中的 二氢液酸合成酶和二氢液酸还原酶 从而影响细菌体内的液酸代谢过程 所以也可以影响细菌的生长繁殖 好 今天我们学习了抗菌药物 但是请大家牢记 抗菌药物呀 不是万能的 它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 在治愈并抢救了许多患者生命的同时 也出现了由于不合理应用导致的不良后果 另外 细菌也在不断地进化着 这就表现为细菌耐药性的增加 所以在使用抗菌药物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无止针的预防用药 关于细菌的耐药性问题 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